描写上班族哀怨心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打翻大家对于古典合唱团印象。 来自上海的上海彩虹音乐室内合唱团自组团以来,近年接联谊,张氏超你昨天晚上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满,成功地引起大众话题,创造出朗路上惊人的超过七千万次的播放数的同时也将以往,被视为古典乐的合唱者。 带进了流行的领域。 下午的记者会上,邀请合唱团来他演出的全方位音乐Painer Music,日本总部级田建太郎社长表示,为了完成的音乐会特地飞来台湾,充分显示对这个合唱团的看重与支持。 指挥金城志叫到了组团的由来,去年彩虹就是因为团员来自各地,各行各地,组成了这个能说,能唱,能演的合唱团。 会上彩虹合唱团表演了斗剧中带助爱怨的,张氏超你昨天晚上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以及抒情优雅的,我喜欢,充分展现了合唱可以诙谐,可以正经的多面向。 六分之四晚上七点半,他们将在音乐厅举办首次来台演出,得意的一天,专场音乐会。 指挥金城志正宗古典出身,创作多元造就畅销佳记。 神曲,春节自就指满,反映现实讲出年轻人心声。 张氏超你昨天晚上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发现寒风中等待心情。 感觉身体被掏空,成功了写上班族哀怨心事。 时而挥谐戏谑,时而严肃郑重,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不按首台里出台的演出总是让人惊艳,不仅是亚裔语以为归属于古典的合唱团可以在台上像是话剧般的演出,也可以诠释正经古典曲目如专辑中的泽雅吉。 指挥金城志对于在创作上的想法十分的开放,任何创作跟当下都需要有连结。 在我看来,不太需要去分别古典或是流行,几百年前,古典也是当时的流行啊。 所以,就他对线下社会状况的观察,写下了,张氏超你昨天晚上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 《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满》等曲目,每一首推出都引爆热烈的讨论,2017年在上海的简单生活节在主办单位的牵线下,与热狗MC Hotdog一起合作,《春节自救指满》的精彩演出至今仍然被歌迷们金金月。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多元的曲风和令人惊艳的演出,也让他们成为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偶像,巡演时不少歌迷会跟注团圆巡演到各个城市,音乐会更是一票难求,黄牛票足足是原票价的四倍以上, 足见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受欢迎程度。 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一周齐聚一次练唱三小时。 人类学家,工程师,银行家,美食部落客,律师,老师,学生等。 各个毫无形象包袱,能动能静能也能唱。 记者会上,指挥金城志也聊到不同于其他合唱团的组合方式。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组成是一群来自各地,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共同点就是对合唱都怀有一份深切的热爱。 也因此,只要是演艺和唱曲时,他们毫无包袱,可以投身到音乐当中,跟住曲子或唱或电或演或讲,也因此才成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让每个人看过都难以忘怀的演出。 创新的演出方式对于合唱界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目前几经有20多个合唱团都开始在演唱金城志的作品。 6分之4,5,晚上7点半,他们的,得意的一天,专场音乐会即将在台湾首次上演,相信必定会再度掀起一股合唱热潮。 。